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国梁及议长童子伟亲自表扬 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 一见的国中许继泽老师 还有安乐高中吴怡慧老师 获得教育部的一个殊荣 市长谢国梁亲自颁奖给荣获教育部 师多奖两位教师 许继泽 吴怡慧 感谢两人在教育的贡献 很荣幸荣获今年的师多奖 然后师多奖其实也是一个 所有的教职生涯的一些努力的累积 然后在这些累积过程当中 在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科展指导 或者是我们的海洋教育 其实都有一群伙伴跟着我们 虽然我们是担任领导人 然后带领着伙伴们一起前进 但是在这整个历程当中 没有伙伴的支持 其实也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成就 就是能够获得这个奖啊 还有就是收到学校的推荐就是非常的感谢 就是跟我合作过的无论是教授 或者是社群的老师们 还有就是跨校的伙伴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跟伙伴一起 共同呈现教育成果的一个肯定 那也非常谢谢就是一路走来 就是陪伴我们的老师 家长还有学生给我们的支持 那希望可以对我们基隆的孩子 就是有更多的帮助 教师节表農大会在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 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志伟亲自颁发奖状给获奖老师 大家也都了解 最近也都知道我们很努力的在我们上任以后 就要把我们基隆的高中的 这个初中升高中的优秀孩子 留在在地申学 所以小爱爸爸也非常努力 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最近也麻烦这个各高中开始准备 尤其是第九年的导师 对于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孩子们留在基隆念高中 我们要共同的努力来完成这个方向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不能用嘴巴讲 我们要做更多的这个事情来推动 让孩子们跟家长还有在座的各位老师 都放心让您所关心所爱的那个孩子 可以留在基隆念高中 我想教育是希望工程 我们每一位辛苦的老师 都是我们基隆教育的交水园丁 默默的为我们的所有小朋友 所有学子做努力做付出 那培育我们的下一代 那我想我们每一位小朋友 都是基隆士的未来 那我们全体市议员 基隆士议会都非常重视教育的工程 所以我们想教师节的表扬 我们也非常多的议员 包括我们旁边的张耿辉 也一起来我们来祝福教师节快乐 然后代表我们基隆士议会 非常重视我们教师节的表扬活动 表扬大会总计有261人获奖 其中正民国小校长王佩兰 荣获40年资深教师 中生国小推球校长许万华 获得教育奉献奖 另外中生国中周玉成老师 协助误入歧途的孩子 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荣获信坛芬芳奖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翻40年的奖 可是我一直都不觉得 我已经教40年了 那我觉得教书 教学这件事情对我也是非常快乐 而且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觉得其实打破经验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教未来的孩子 每个孩子他们所需要的知识 都是不断的进步的 我虽然40年 但是我始终告诉我自己 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努力 那我虽然不会有再另外的40年 可是我会把握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 会需要我的孩子们服务 能成为教育人 就是教育工作者是很幸福的 那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那希望后辈的老师们 都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引导学生 这一次可以获得这个信坛芬芳奖的话 都是我们中正国中老师 给所有的师长 给我的一个努力跟指导 那当然 首先还是要先感谢 引领我进入我们基隆市教育界的 郭清顺前校长 他给我非常大的指导 当然这次会获奖也是我们现任的一个学务主任 徐婉婷主任给予我推荐 我今天才有这个机会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教师节前夕市府举办表演大会 邀请了师长和家人 一起分享教育的喜悦 透过合影留下难忘的回忆 记者黄绍民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替学校的营养午餐把关 强化监督流程 特别举办了学校午餐 食安连政平台教育训练 市长谢国梁强调 学校市长是第一线接触营养午餐的人员 希望大家能一起替食材把关 未来要严议定定奖程制度 期间分分教育处一起来探讨 希望学校就近在地的这些学校的人员 能够协助来帮忙维持跟讨论 这个营养午餐平日的一个品质 出席学校午餐食安连政平台教育训练 市长谢国梁支持强调 学校营养午餐食材 学校市长和学校共同把关 鼓励国小包括校长跟学校同仁 也都在这一段时间 能够去尽量协助 去把关这些营养午餐的一个品质 跟送来学校跟制作的这个过程 过去我们好像都是要用 突击检查的方法 去跑到一个我们平常不会来的学校 殊不知其实学校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每天就在楼上楼下的角度去看 这些营养午餐的一个制作 跟或送到的一个流程检视 所以我们最近跟体健科跟教育处 以及在跟政风处都有在讨论 我们会提出一个新的办法 我们会用实际的方法鼓励 并且检讨国小以及公立幼稚园 在这个营养午餐在校的人员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 市安府邀请120位负责学校营养午餐食安人员 食安机查和采购人员参加研习课程 还邀请基隆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佳妮 试料站进行研讨 提供务实的经验和法律见解 接种外部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他刚才提到的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在地的学校才是最真实能够了解营养午餐的现况 已经有推动了制制条例 我们也有加强罚者 我们也会加强抽检 但是就像我讲的 我们随时都在讨论如何把营养午餐的品质 跟在整个监督的机制全部的透明化 市安府强调学校午餐食安廉政平台已经启动 未来会加强抽查 并由政风人员适当的介入行政机查 如果发现不法弊端情势 将交由司法机关追究责任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金融市政府 邀请全市国小四年级的学生 到表演艺术中心进行官剧体验 副市长邱沛连于900位小朋友一同欣赏 以基隆中原季为主题的儿童剧《小灰霞》 期许培养及提升孩子对艺术教育的素养 你跟我们说要看什么 心情感觉怎样 就是要看《小灰霞》 明天没有作业啊 所以很开心啊 很开心 很开心 不可以饮食 然后要安静 自己的就是垃圾要自己丢 应该拍手的时候就要拍手 这一次的内容除了简介故事内容外 也有带一些剧场礼仪 然后希望他们等一下进去的时候 也可以观察一下整个剧场的安排 座位的动线 跟他平常可能去过电影院 还是一些车厢的位置 其实是有类似的 那我朋友可以就是拿到他的票 开始去找他的位置 然后去了解说要怎么样 做剧场的观看 对那在事前的话 我们也有做一些教育就是 小朋友在剧场中要注意什么事情 今天最主要是不仅是剧场的礼仪 更重要的是 我们很希望将基隆的在地的文化 可以透过一个戏剧的方式 让小朋友更能了解基隆的历史文化 基隆的珍贵 基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基隆的中原季非常重要 基隆的中原季非常重要 我来到基隆快九个月了 我看到了基隆的一个在地文化 怎么样让这个在地文化可以生根 也是我们一直在能力思考的 这是由基隆市文化局跟教育处 共同规划的观剧体验 由在地的欲望剧团负责编剧演出 将自己家乡基隆的故事演出来 让同学们自然的吸收了解 增加艺文素养 并且传承基隆的荣光与骄傲 我之前啊大家一定知道台北小巨蛋 我之前在台北小巨蛋当过董事长 我看过台湾最好的国际各式各样的表演 刚才的剧团的表演我要很诚实说 完全不输给国际级的表演 包括中国外人包括猫 希望各位 谢谢好这个很棒 要给剧团一个热烈的掌声 非常棒 这次文化局委托在地团队欲望剧团 制作原创节目《小灰霞》 以基隆无形文化资产的 《基隆中原记》为主轴 诉说一个充满基隆元素的奇幻童话 透过孩子们的视角 认识剧中《基隆中原记》 《黑金煤矿》 《好兄弟》 《中原记科宜》等主题 让孩子更加认识 属于基隆人的善良与慈悲 能对自己的家乡基隆 有更多认同与共鸣 我们是从基隆出去的 我们身上流着基隆的血 我们要带着基隆的骄傲 不管是参加活动 不管是到任何地方 都要记得这个剧团 带给我们的启示 非常谢谢文化群 跟教育处 可以办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也希望各位小朋友 可以喜欢 由台南市政府承办的112年 全国运动会圣火传递团队 来到了基隆市 市政府特别选在 基隆市要塞司令部正门口广场 迎接远道而来的圣火团队 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迎接圣火 112年全国运动会 由台南市政府承办 圣火传递来到基隆市 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迎接圣火 教育处长刘美兰及体育会 郑锦州理事长的代表 郑玉成常务理事陪同交接圣火 并由南融国中体育班学生 担任附火传递人员 这个2012年全国运动会 在台南举办 所以我们非常的顺重 今天特别我们的圣火传递 来到北部的一个历史的窗口 基隆 因为基隆跟台南市 都是在17世纪大海时代 就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今天来到基隆 特别有那种历史的亲切感 我们也透过这一次的传递 除了是圣火的传递 我们也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之火的传递 所以非常感谢县市长及邱副市长 特别选择了我们的要塞司令部 来做一个传递的点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那因为明年也是台南的400年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一份的历史荣光 结合各县市的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 把它串联在一起 让这一次的全国运动会 更有历史文化的一个意涵 我们欢迎这个副市长来基隆 很感动 因为最早就告诉我说 他们希望选一个历史古迹 那我们觉得基隆有很多历史古迹 最后选了要塞司令部 基隆在运动方面表现的一项 都是不输人厚 那我们去年是得到了三个金牌 一个银牌 三个铜牌 今年我们希望在台南的加持之下 可以有更好的夹击 谢谢 今年的全国运动会赛事 将于10月21号到26号举行 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 也期盼基隆代表队再创夹击 为基隆争取最高荣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陶族类化石巡回展 继暖西国小中正国中后抵达建德国中 校方邀请赖光奇博士进行化石讲座 分享鹦鹉螺与橘石的秘密 进而阅读地球的记忆 鹦鹉螺与橘石长得超像 来猜猜哪一个是活化石 哪一个是化石呢 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法 就是看它的体管的位置 它的体管假如是在正中间的话 就是鹦鹉螺 它的体管假如跑到旁边的话 就是橘石 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橘石究竟有多大呢 埃及的一个神话的神 中山大学的化石巡回展 来到建德国中 在赖博士的趣味解说下 让人阅读地球的记忆 演化 它是基于一个基因的差异 然后累积了非常多的年代 所以他们在形状上大小上 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地球上的生物的千变万化 这种非常有序的部分 让大家也能够学着 试着去欣赏 这些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的多样性 师长们仔细观察 感受这亿万年大自然的魅力 更能与在地有更深刻的连结 透过这一次的研习 我们就更能够去区分说 橘石 然后跟英文罗 它要怎么样去分辨它的一个差别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历程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它做分类 那因为我们是地处于基隆 那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我们在户外 能够常常去发现到化石的时候 那我们第一个就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判断的先辈知识 透过品头润足 投足类化石展出 让学生对海洋化石生物演化 环境与气候的变迁 还有台湾化石与本土环境之间的关联 有更深的认识 同时也能了解化石在科学研究 及一般生活上的重要性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将生互可视 一窥三方 nod 我花情 发丁道尼台词 reek 娘 还有 degree 焦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铃铛链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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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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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肮脏的绿网比较固定清洗 电池 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可以省下不少电费 老子电炮换你的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呦 真厉害啊 诶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烟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咳咳 咳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嗯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来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哦 东西买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先生 停泛合法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 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 拍手 拍手 另外 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地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层栽 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 酸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到环保局再生家具工厂 买回一张有台湾造型也有亲民党主席 宋楚菊落款签名的椅子 对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况很有感触 拿着中华民国台湾第一艘 国造前建模型纪念酒 坐在这张由台湾造型匾额当椅背 长方形匾额当座位所组合起来的 再生椅子上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很开心 这张椅子是由副议长杨秀玉 近来在环保局长马仲豪陪同下 到基隆市环保局再生家具工厂 买回来有台湾造型又有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落款署名的再生椅子 再加上最近民间好友送他一瓶 第一艘国造前建模型纪念酒 让亲民党现在在政坛上 唯一有公职人员明代身份的杨秀玉 虽然很开心 但是对于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况 却很有感触 初来为民服务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服务群众 让人民生活过得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人民他所需求的 人民要的不是 你每天在批评民进党啊 批评时代力量啊 批评国民党啊 我觉得每一个政党 每一个政党都有它的优点 应该要去看对方的优点 而不是在看对方的缺点 我想不可能每个人都是 百分之百实选实美的 一位好朋友送我这个限量版的 国造潜见纪念酒 那也让我也让秀玉想到说 真的台湾人要真的要一条心 那我想这些年来 因为这个政治的恶斗 那真的是对我们台湾人绝对是不好的 那也藉由这一艘这个 就是国造潜见 这个让世界看到台湾 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团结一心 我相信未来台湾一定可以走入世界 让世界看到台湾 这款国造潜见纪念酒是由台湾公司 和马祖酒厂合作 庆祝首艘国造潜见所发行的 黄色是首艘国造自制潜见模型 在传模试验时的涂色 这个色限量发售5000平 编号1168则是建造期间的编号 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亲民爱民认真专业服务民众的做事态度和精神 一向是杨秀玉在政治置业上敬佩学习的对象 本身就秀锦更懂得感恩的杨秀玉 特地把这张椅子摆在服务处 就是要时时提醒自己从事政治工作 莫忘爱中华民国台湾以及服务市民的初衷 再带你来看基隆八斗高中的后山 近年出现了艳色湖天鹅绿头鸭的情类悠游其中 湖光三色的美景让人心旷悬疑 一起来趟生态之旅 跟着校长穿越篮球场来到校园后山 湖光三色映入眼帘 鸭子热情的打招呼 知道有食物可以吃了 黑天鹅与绿头鸭悠游湖中 这专属校园的秘境最近才被制造出来 要是要谢谢我们地主 地主是我们北都冷冻的老板 他特别派人来整理这个地方 把这个环境整理得非常漂亮 而且随时在维持 然后他也常常会来关心他们 为这些饲料 这些饲料也都是我们老板特别提供的 那这个是我们八斗高中独有的 独享的秘境 水会很深吗 校长说不会 地主运用被台风吹落的铁皮屋当湖底 加上沙包固定后再放水 这专属校园的天鹅湖秘境 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 师生可以探索天鹅湖的生态系统 观察并学习各种生物的习性和栖息地 进而了解生物多样性 与尊重自然生命 共同营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中秋节快乐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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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胃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太祖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